7月18日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 正在与101个联邦州级司法机构 包括全美所有50个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合作 联手推出停止诈骗电话行动计划 全面打击非法自动语音电话与营销诈骗电话乱象 包括来自境外的网络语音传输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多机构打击行动之一 该机构表示2021年和2022年 美国人接到了约500亿个自动拨号电话 其中许多是诈骗电话 据报告 这些非法机器人电话平均令消费者人均损失1400美元 目前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关注所谓的同一农场 他们试图收集个人信息 并将其出售给可能位于海外的机器人呼叫者 该机构不仅会追查拨打电话的公司 还会针对提供非法自动电话的网络电话服务提供商 洛杉矶市警察委员会7月18日批准了2022年移民执法特别工作组 报告要求和部门运作的报告 其中详细说明了洛杉矶警察局继续承诺不执行移民法的情况 根据这份报告 洛杉矶警察局在2022年收到了来自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783份居留请求 但没有执行任何一份 警方官员表示 他们与包括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和国土安全部在内的联邦执法机构合作 开展各种行动帮助消除影响弱势社区的犯罪 执法机构致力于解决人口贩运 儿童色情和其他犯罪问题 洛杉矶警局参与了20个跨部门特遣部队 在2022年 这些特遣部队逮捕了941人 但都与移民执法无关 报告指出 洛杉矶警局将继续遵守其移民执法程序 承诺坚持加州价值观法案 该法案于2018年1月生效 禁止包括警局在内的加州执法机构代表联邦移民执法机构使用资源 该法律规定、学校、医院和法院等特定场所是社区中每个人的安全空间 同时 洛杉矶市官员准备出台一项法令 正式使洛杉矶成为无证移民的庇护城市 19日晚 第四辆满载来自德克萨斯州移民的巴士 抵达洛杉矶联合车站 这辆巴士上有37名成年人和8名儿童 其中最大的移民群体是23人 来自委内瑞拉 这也是不到一周内第二辆抵达洛杉矶的移民巴士 据德州州长办公室称 已有超过21,600名移民被运送到全美各地的避难城市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等媒体7月18日报道 17日 在美国达美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上 乘客们被迫在111华氏度约43.8摄氏度的高温下等待数小时 多人因高温昏倒 据悉 这架客机原定飞往亚特兰大 由于出现多重紧急情况 飞机返回登机口 许多乘客选择留在飞机内 在约4小时的等待时间里 机上没有空调 导致许多人因高温昏倒 至少有5人被担架抬下了飞机 机舱内有空乘人员拿着氧气罐在过道上跑来跑去 机上的乘客后来被告知 空乘人员也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况 航班可能无法起飞 有人称看到一名空乘戴着氧气面罩被抬上了担架 7月19日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了2023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情况 今年上半年 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68亿人次 同比增长169.6% 粤港澳口岸全面恢复通关 有序恢复开通61个陆地边境口岸客运功能 试点恢复上海深圳等国际邮轮旅客出入境 全面恢复口岸快接通 3.6.可欣 biraz 4.5.火车 5.火车 5.火车 3.5.火车 4.火车 5.火车 5.火车 6.火车 7.火车